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苗 今天是星期天 早上星星醒的早 我带星星出去吃了包子 然后带她去超市里买了个牙膏 碰到超市里打折 卖鞋子的 我给星星买了两双鞋子 为什么没有带月夜去呢 因为月夜跟美姐在那里睡懒觉 我喊了她她不起来 你看我回来之后是什么状态 爸爸别急 你别急 你让人去不到我去 爸爸别急 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 吃完饭爸爸就带你去买 行了吧 对爸爸打电话来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对呀 你爸还给你买了草莓呢 对爸爸今天还给你买草莓了你看 草莓现在那么贵我还舍得给你买草莓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视频拍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件事情 昨天我拍了一条湖南老师打学生的那个视频 我当时确实比较气愤 所以说拍的视频有点夸张 其次就是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现在的人大惊小怪的 我们从小都是这么过来的 孩子不打不成才 还有就是如果老师不教育了 那家长又会着急了 对于这个评论我真的是很无语 首先我不是不同意老师教育孩子 但是教育孩子分为两种 一种是理性的教育孩子 比如说欣欣 你昨天作业没写 为什么 你可以凶 手掌拿出来 然后拿着戒指 啪啪 两下三下 都可以 我作为家长我能接受 这是理性的教育孩子 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打他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就是昨天视频里面的 他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啊 欣欣你的罪业为什么没完成 啊 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屁啪屁啪 这种教育 是给孩子 童年会留下阴影的教育 所以说我作为家长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教育 所以说昨天我才会那么气非 走出发 带月月去买鞋子去 当家长呢 就要一碗水断平了 Let's go 到了到了 现在那边的鞋服全部在打折 三十四十二十的 给月月说了 姐姐买两双 她也要买两双 来穿上试一下 怎么样 刚刚好吧 刚刚好吧 这前面大不大 正好 这个正好 确定好一双 三十块钱一双 这双粉色的还挺好看的 爸爸我带到很漂亮的一张鞋 我带你知道 这个 这个 嗯 这个凉鞋 这个凉鞋确实很漂亮 多少钱啊 嗯 我也不知道 哇 这个凉鞋才二十块钱一双 试一下 真的好 耶 鞋子还挺好看的嘛 这双凉鞋 闪闪亮亮的还真好看 才二十块钱一双 本来说买两双就行了 月月她又看到一双凉鞋 非常的喜欢 也是二十块钱一双 要不再给她买一双嘛 好呀好呀 再买一双鞋一双的 但是这样买的话 姐姐就少了一双了呀 那你这就买了 再买给姐姐买一双啊 嗯 行我去看看有没有姐姐的 鞋子现在买好了 最终月月选了五双鞋子 啊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给她买 买回去了 梅姐肯定要凶我 这不买吧 月挑都挑了 试都是了 现在都在装盒了 这也不知道咋整的 给你们看一下 这五双鞋子都是拿五双 这双凉鞋 二十块粉色的 我感觉挺划算的 这双是肯定要买的 这双粉色的四十块钱 正好现在穿里面不加绒 这双也是要的 这双运动凉鞋 三十块钱一双 我觉得也很哇塞 这双也给她留着 现在就是这两双 都是二十块钱一双 穿起来很漂亮 我觉得夏天凉鞋 起码得有个三四双 我两双都想给她拿着 那五双鞋子 老板娘亲自过来给搬过去 五双鞋子 三双凉鞋 两双运动鞋 一共一百三十块 我觉得很值 所以说我就买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等一下欣欣回去 要是说我偏欣欣咋整 我知道 你知道啥 就是 是没有你的马鞋 就是有你的马鞋 那我会 会给你买了 我觉得月夜说的是正确的 确实没看到星星穿的马子了 如果有星星穿的鞋马 也会给星星买的 那就这样吧 管他呢 硬着头皮回去吧 好了 今天的记录生活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见 拜拜